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冰皮预半粉过篩 粉粒过大过不了篩就不要了 然后加300g 冰水 搅拌至顺滑 接着加100g 白油 拆匀至完全融合 这个过程你可能需要少少耐性 拆到有脾气就差不多了 如果想弄好点送给人 就可以多做几个颜色 你只要买不同颜色的食用色素 或者粉类去上色 我就做了四个颜色 所以就将粉类分成四份 用粉红色和抹茶绿色的色素 还有紫薯粉去上色 色素一滴就够了 上色后放在冰箱冷藏一小时 同时就可以开始制作奶黄餡 准备好奶黄餡材料 牛油60g 鸡蛋一只半 砂糖20g 首先将牛油放在室温软化 千万不要偷懒 不等牛油软化就开始打法 用打蛋器打至顺滑 接着分两次加砂糖 打到发达膨胀就可以了 然后加鸡蛋搅拌光滑 再加奶粉、吉士粉、炖粉 搅拌顺滑就可以上锅蒸 大约20分钟左右 记得每5分钟就要搅拌一次 要不然就会变成牛油蛋了 蒸好放冰箱冷藏一小时 我就冷点 没什么耐性 直至就拿来用了 形成的豆蓉就可以在i love cake 买到 好, 今天我就用了绿豆蓉了 现在网上教的冰皮和馅比例是一比一 冰皮就会薄一点 但是如果你是初学者 三比二比例没那么容易参加 成功率还会高一点 不要问人用什么比例了 把冰皮用面粉棍拌拌扁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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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扁、扁扁扁 完成啦 唉 小廚神都累到想下班了 最後小廚神提提你 自製的冰皮月餅沒有防腐劑 所以記得一定要冷藏密封保存 最好三天內就吃光了